大家好,我是雅馨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情绪 不管是跟家人朋友还是爱人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长了 我们可能会有一点厌烦 或者说越来越不耐烦 甚至是很多时候你会连话都不想说 我们常说日久会生情 可是日久生宴也算是人的一种 算是情绪吧 而这种情绪呢 我想往往就是因为我们太熟悉了 因为熟悉 所以我们把生活过成了体质化 导致了没有新鲜感 而这也好像是《处事玄境》当中讲到的 金玉满堂 久而不知其贵 兰惠满亭 久而不闻其香 故仙生喜 孰生艳艳 君子戒之 意思呢很简单 就是说 在我们的房间里面布满了金石美玉 你看的时间长了 就不觉得这些东西珍贵了 而这个兰花跟惠草呢 一旦你种满了院子 那你闻得久了 你也不会闻到花的香味了 所以说 那些新鲜有趣的东西 它们能够在一开始的时候讨人喜欢 可是时间长了 熟悉了 难免会感到厌烦 作为君子 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我们想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大多数人是发现不了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 节奏非常的快 你习惯了 每天走着跟昨天同样的路 我们搭着同样的公交车 可能就连在车上或者是在地铁上 我们这个手机里面听的歌都是一样的 你可能看着我现在的视频会想 那其实我也不愿意这样 可是我能怎么办呢 我想问问你们生活是什么呢 难道这样日复一日的枯燥 就是生活吗 我想显然不是 它是一遍遍的枯燥重复和偶尔的新鲜感 那么怎么样给我们的生活 去增添一些新鲜感呢 在这里我先来分享一个 分享两个我认为很管用的小妙招吧 第一就是 我建议呢 大家应该扩大你们的朋友圈 我们多去认识一些有趣的人 冯梦龙说过 何以有来情不厌 知心人质化投机 有一个知心的朋友 我觉得比天底下 你去看再多的心理医生 去疏导自己 其实都管用 因为天底下最畅快的是 莫过于交朋友了 医学上说 我们人体的细胞呢 每七年会更新一次 那么随着我们身体的更新 是不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也要让它跟上节奏 第二就是我们可以去旅游 你去开拓自己的眼界 孔老夫子说 智者乐水 人者乐山 我们常说 人生应该有两次奋不顾身 一次呢 是说爱就爱的爱情 再一次呢 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路由在市中也曾经说过 衣上蒸沉 砸酒痕 远游不触不销魂 生活有时候 会给你一些不如意 或者是枯燥 但是唯一能够帮助你 打破这一潭死水的 其实只有你自己 可能很多人会说 说我太忙了 我没有时间 那么我只能说 如果你真的很重视 生活的这一份新鲜感 那我想你就一定能够办得到 生活它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你跟我 我们永远都不知道 下一块是苦还是甜 不要把自己的生活过程 体质化的日子 生活也需要一世感 它能让我们感到新鲜 也希望你能把你的生活过程 诗 简单 却很精致 好了 我今天想说的就是这些 欢迎大家关注 转发收藏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